大家看我这颗老庄的长寿花 上次开完花之后 一集都没有给它处理过 现在长得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长寿花 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 因为这颗长寿花 长得又高又瘦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首先做的就是给它修剪一下 而且这颗长寿花 现在也有一些病害 所以要下手横一点 因为修剪掉之后 它这个病菌减少了 处理起来就更加容易 更加简单 还有就是把底部的这些新芽给它剪掉 因为我养的这颗是老庄 所以说底部的这些芽 不需要给它保留太多 同时现在长出来的这个芽 瘦瘦小小的 这样就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给它用点烂根药 因为烂根药 它可以灭掉土里面的有害菌 又可以给它清除植株里面的一些病菌 因为烂根药它是内西形的 它会吸收到枝条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长寿花里面的病菌 全部被灭掉 那么长出来的新芽才会更加的健康 不容易出现这种病害 那么这样的话 后期长出来的新芽才会更加的健康 因为现在是植物病害的高发期 所以说不管是养长寿花也好 或者是养吉他花也好 我们最好是一个月给它使用一次这种烂根装用 既可以灭掉土里面的病菌 又可以预防职业上的一些病害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花不容易感染病害 因为夏季是病害的高发期 不管什么花都差不多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